被封商场一个月了 不见天日的 这段画面现在成为大陆微博上热门话题 当上海多数人被关在家里的同时 有人则是天天住在商场里 听起来很幸福 问题是住在商场要怎么洗澡洗衣服 有网友帮忙设想 去健身房洗澡 衣服更方便直接买就有 那个场景可就没有这么欢乐 上海各地接连传出 有民众熬了一个月 缺米缺菜的日子后 愤怒地发现官方供应的菜 竟然一箱箱藏在 相当于礼办公室的聚委会里 放到烂掉也不发给大家 根据上海社服表示 截至5月1日 上海已经连续两天 没有在封控区域外出现新增个案 就快要有机会达成上级要求的 社会面清零 但接下来恐怕还要对这段期间 发生的物资贪腐案件 追究责任 电视连组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